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峰Chris 距離蘋果發表會大概只剩下兩天的時間 那我今天整理了一些關於iPhone 14跟14 Pro 最後的一些爆料跟消息 我們就直接來開始看吧 好,進入今天的影片之前呢 先感謝今天的贊助廠商小豪包膜 小豪包膜是一間高端的包膜廠商 在全台各地都有提供各類型的3C產品的包膜服務 在旗艦店面甚至還提供晶圓廠等級的無程式包膜服務 小豪包膜能夠把膜包好的主要關鍵因素有幾點 第一是專業的包膜技術人員 第二有專業的10萬級無程式 第三有專業的HELLO 5G果凍貼 以上是小豪包膜的黃金三角缺一不可 未來購買iPhone 14系列或者是Apple Watch 8 或是旗艦的安卓手機 推薦各位第一時間就到小豪包膜 讓專業團隊保護好你的機器 未來摔到手機才不會心驚膽跳 有小豪包膜的保護貼還有保護殼 就可以使用的非常安心 蘋果發表會的邀請函已經出來了 它主題是一個星空的樣子 很多人看到這個星空主題的邀請函 有很多人聯想到就是低軌衛星 我自己對低軌衛星有做一些小功課 我研究完低軌衛星之後 我目前認為低軌衛星在現實面上還有很多執行上的困難 那為什麼呢 這邊是我的一些小見解 就是低軌衛星顧名思義 它是離地球比較近的一種衛星 那它離地球的距離大概只有200到2000公里 那它繞行地球大概只需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它的時速有高到27000公里 它是一種不同類型的一種衛星 所以它的飛行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重點是 它在全球的覆蓋率其實沒有到很高 全球大概只有幾千顆 那如果你要全球要覆蓋的話 大概要1萬顆左右的低軌衛星 再來低軌衛星什麼時候會經過台灣上空 其實都還是未知數 因為覆蓋率其實不高 所以就算iPhone支援了 我們能不能用到這個低軌衛星的功能都還不知道 就很像當時的蘋果這個毫米波的5G天線 就是除了美國之外 只有少數地區有資源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簡單想像一下 一顆時速27000公里的衛星 從你上空飛過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實際真正會用到它的功能 只有覆蓋率夠高夠廣 然後一直有很多顆經過你的上空的時候 其實這個功能才會真正有用 所以未來低軌衛星比較多 然後覆蓋率比較高的時候 我覺得在推出這個功能 我覺得會比較合理一點 那目前我對於推出低軌衛星的資源 我都還是保持懷疑的態度 因為我認為蘋果會等一個技術相當成熟 而且是實際可以用的時候 它才會推出 譬如說毫米波已經在美國已經佈局了 大概有相當一定的程度 它才會推出來 所以低軌衛星我目前認為 蘋果會推出的機率還是偏低 如果你是非常熟悉低軌衛星相關的消息 或者是知識的話 你可以在留言幫忙補充 也許我有講得不太對的地方 可以幫忙糾正一下 那講回來這個邀請函星空 我覺得就很簡單吧 這個就是iPhone14 Pro 它可以拍到星空 我覺得可以想像的部分 就是可能iPhone14 Pro 的Night Mode 它的秒數會更少 然後更快地拍到星空 因為Google的Pixel系列 要拍到星空的話 其實你是需要用到手機架 架著天空 然後拍個長曝光個5秒到10秒 甚至更久 你才會有機會拍到星空 我覺得可以期待的部分 就是iPhone14 Pro 有可能是可以 用手持的方式拍到星空 就是 因為它的感光元件夠大 所以它的曝光的秒數 可能可以再縮減一點 然後它的防手震的演算法 又更強 也許有機會手持就可以拍到星空 還有再來就是最近比較新的消息 就是這個瀏海改成長條的膠囊狀 然後中間還會塞入這個隱私燈的部分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原本的驚嘆號我覺得更好看啦 我覺得推出時 還是使用驚嘆號的機率比較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之前 泰國的官方不小心流出了那個 Apple Pay的廣告 因為裡面的Face ID的示意圖就是驚嘆號 所以我認為 iPhone14 Pro Pro Max在推出的時候 應該還是驚嘆號的樣子 但是還有一種可能就是 前鏡頭跟感測器中間那個小小的像素 是有機會是可以開關的 就是可以讓它變暗 變成長條狀的膠囊狀 或是說打開然後讓它多出一點點像素 但是我自己也很困惑啦 就是那一小小條的像素區域 還有鏡頭跟感測器之間那個區域 我不知道那樣子小小的區域 能夠帶來什麼實質上的幫助 但是我認為在視覺設計上 會是更好看的 而且也是更先進的感覺 然後它因為改成驚嘆號狀嘛 所以左右兩邊的空間其實是比 13 12都還要更大更寬了 有消息指出它可能會回歸就是電量的數值在上面 但是我看iOS 16已經把數值加到那個電池的icon裡面了 所以這個消息我還是比較懷疑一點 還有一個就是iPhone 14會加入AOD的水顯螢幕 那它的ProMotion最低可以支援到1Hz 這裡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消息出來 就是在使用AOD水顯螢幕的時候 所有的鎖定螢幕會改成深色模式 那所以你放上了桌布啊 還有你的時間 然後Widges小工具 它還都會有輪廓在上面 所以它不會是彩色的 而是一個比較深色的模式 我看到那個視野圖我覺得還蠻酷的 我覺得這裡比較需要擔心的就是這些 像素會不會自己位移來防止AOD的烙印 但是我又認為iPhone X用到現在好幾年了 然後烙印的災情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iPhone他們使用的OLED面板其實還是非常頂級的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烙印 還有一個消息就是iPhone 14 Max 可能會被稱為iPhone 14 Plus 那這跟我之前的影片裡面的預測其實是相同的 因為Max在蘋果的定義裡面應該是比Pro更高級的 所以它大機率應該是要放在Pro後面 所以是Pro Max 或者是直接放在晶片上就是M1 Max 那iPhone 14跟14 Pro中間又加了一個型號 那叫做Plus也比較合情合理一點 好 那其實發表會的發表順序其實也被爆料出來 那我這邊一一的把這個爆料念出來 來看看之後的發表會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我們可以一起來驗證 這個爆料指出發表會一開始會是這個Apple TV的Plus 然後它會介紹C末日光明的第三季 所以發表會的前半段應該都會是介紹這個Apple TV Plus的新影集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銀劇中的人來做一些發表演講這樣子 接下來會發表五款產品 分別是Apple Watch 8 Apple Watch Pro或是Extreme 再來是AirPods Pro 2 還有iPhone 14跟14 Plus 再來就是iPhone 14 Pro跟Pro Max 這裡我除了比較期待iPhone 14系列之外呢 我也非常期待AirPods Pro 2 因為我自己用的AirPods Pro已經蠻多年的時間了 那它雖然電池或者是降噪能力有時候好有時候壞 就是因為更新它一直在做調整 那使用體驗我一直都很喜歡啦 就是我很期待它的第二代會做出怎樣的更新 再來iPhone 14跟14 Pro的顏色也做出了爆料 14它的顏色將會推出星光色、午夜色、藍色、紅色還有全新的黃色 14 Pro則會推出銀色、石墨灰、金色、藍色還有全新的紫色 那我這裡看到一個比較新的渲染圖 就是iPhone 14 Pro新的藍色還蠻好看的 就是它不會有這個天風藍 而是一個比較像是牛仔藍的一個顏色 那之前iPhone 12的藍色其實被大家詬病 那很像垃圾桶藍或是說很像拖鞋藍 但是實際看到的時候又覺得還好這樣子 因為它是比較深的藍色 然後這次14 Pro推出的藍色又是再淺一點點的牛仔藍的感覺 越接近發表會其實消息就會越準確 因為渲染圖、發表會可能都已經錄製好了 所以東西出來的可信度就會越高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爆料整理啦 那這裡我比較意外的就是 驚嘆號可能會改成這個長條形的膠囊狀 我自己覺得這個膠囊狀有點不是那麼好看啦 我自己覺得有點像沾板 不知道是怎麼看到這個膠囊狀的iPhone 我第一個閃過的畫面卻是沾板 沒有那麼好看 我自己覺得驚嘆號比較好看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小鈴鐺 那我是怡封Chris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